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大城市 我们想象赌场赌兴大城市 不是 小村寨 白天大家各干各活 到傍晚了 村寨广场上 旧人把境外的六合彩弄来 往下押 成年人去 那个七八十岁老太太都得穿一百块钱也去押去 拿那个都当成赢上 我这个 你如果我说这话 如果你生活在这些地区 你一定感动神兽 因为我是亲眼见到的 就是全民参赌有的时候 就是你以为说是赌 说是 你到海外 你比方说我去洛杉矶 去旧金山 去澳门 去新加坡 这些地方我去过 那个赌场里中国人特别多 而且甚至就是我看到旧金山一带就这样 华人社区多的时候 那赌场专门有车过去拉的 你到我这儿白吃白喝 还有人专门伺候你 你来了 让你赌 华人确实多 那海外华人 我们可以解释说 比方说读在异乡为一刻 闷了玩玩 那你说如此庞大奇数的 中国大陆的人口 怎么那么多就投入赌博 包括我去台湾 去香港 去澳门 同样很多中国人华人 那对赌博特别特别热衷 就是这个你就不能说是 境外华人 境内华人 按这个来区分了 他很多人就说 这不是说我们自己发现 这个我在查清代的时候 明代的时候 那些老外到中国来 就传教士来 他们给自己的国写 介绍中国的文字 你像马可罗邮记里头都有 清代时候 那几个传教士都写 说是中国人好赌成性 对 就懂哪儿你看都能赌 到什么程度 麻将是明朝以后发明的 这全民普及了 说没有这麻将也不要紧 这骰子 那个骨牌就牌酒 咱们现在一说牌酒不比点吗 金平大巫虎通天 不用茶点四十三 牌酒 咱现在说 你点太倍了 你点太低了 从哪来 就从赌场来的 你一周九点 我八点 你一周我三点挺低吧 你一周是两点 你比我还点低 点低你就输了 这点倍点低 都是从这上来的 牌酒上骰子 这俩六一摇眼红 各地都是 而且中国的赌博有个特点 他不是说是到最后很复杂 越简单 玩的人越多 而且不仅简单 他得刺激 就说你这个 我可能投注很小 回报很高 尽管概率很低 你那边有的朋友玩 我说北京麻将 他最小户就这么点 结果一翻 能翻一千倍两千倍 他就是住小 但是可能性 这里边有多种可能 最大一种可能 那就是刺激你的贪婪和欲望 能够投入进去 所以说像这种赌博的元素 他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起来 很早 在中国古代 你就发现 中国人在这方面 在石球说 赌性就比较重 甚至围绕这个 他有产业化 你看过去 咱们说是360行 360行 专门有一行是赌 这赌呢 是指以这为生的 你比方说开赌局的 就我们说 涉赌抽头 这过去 关赌局 我专有称呼 叫宝局 管就 你咱说压宝 其实就是对赌博 一种美化 说压宝 那么开赌局 叫宝局 宝局那不光 是我开着玩 我指着抽头挣钱 我还养活一群人 还有专门吃宝局的 你也有个专有说法 叫跳宝局 跳宝局什么呢 是会会干的 这个会会啊 我没饭吃了 我怎么办 这就有一个宝局 就赌局 我进这里头 二话不说 那不 宝局有案子吗 这上面大家置闪 那地方开大小点地方 他往上一躺 不走了 干嘛 他这么一躺 是不是别人就没法赌了 那人家赌场有保安呢 有打手 比较狠的 过来就得打呀 好 你打 我要哼一哼 我不是人养的 啊 你就打 俩手抱着头 全成这样 就跟乌龟似的 你打吧 我把要害护住 你往身上随便打 这是为什么 打这时候 可不是我们说 就疲肉之苦 那有的来狠的 一棒下去 一个腿就打折了 打折我也认 我坑一声 这打白癌了 打到这种绳子 再下去出人命了 掌握一看 这不行 这我要吃官 对对行 好汉爷 一声没坑 行 你算吃定了 他这辈子 你每个月按点宝具 得给他送钱 他就吃上你这宝具了 你看 他都能有这种 近乎无赖的产业出现 说明什么 毒 已经是产业化了 就我们现在看 说是澳门哪 他有赌场 过去1949年以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准许赌场的 咱们大陆这会儿是清理的 那其实在中国古代 赌场 它是成为一个当时合法的营商 就360行 无一行不成世界 这已经成了一行了 你说中国人赌性重不重 它和什么有关呢 就是我以前节目里说过 为什么我们这赌性重 那很多人到那个 喜马太那边玩 到东南亚玩 有人就说呀 就实话实说 说这中国人上那边去 好干三件事 哪三件 一个人好买补药 各种一看那补药船的 又壮羊又啥 买一堆 再好上赌场 耍个钱什么的 再一个那块 有一些个风化场所 你管什么人妖 还是别的 什么陪侍的 就好去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们在漫长的 封建社会过程当中 由于资源相对有限 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到 一夜暴富上 就是我按原来的等级秩序 我不可能获得这些 我只有是要想赴走险路 才能上去 所以这时候 他的赌性就很重 希望搏一下子 自己能够先一翻身 所以这个时候 有很多人形成什么习惯 不劳而获 就我不想劳作 你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说 中国农民历来 勤勤恳恳的 其实有相当多人 就等着打土豪分田地 这个是个不争的事实 你翻个中国历史 这样的事比比皆是 所以我刚才说那三件事 比如说你中国人 不劳而获得多 想干嘛呢 比方说吃不要 是不想通过体育锻炼 就获得健康 说赌博 不想通过辛苦劳作 就获得金钱 说上那些风化场所 不想通过感情付出 就获得肉体的满足 这全是我们叫 隔着过台上抗的打法 就是说你这个民族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当中 你的基因里有这东西 这并不是我们民族虚无主义 说自己贬低自己民族 那世界其他各个民族 什么优等民族 连等民族 那都扯淡的 哪个民族 他基因里都有好的 都有不好的 但是赌性偏重 确确实实是 我们这个民族 基因里头 有的地方 不令我们感到舒服的 你看刚才 他这位朋友说 说这个 我们境外的赌博什么 你国内你再看看 你就说打个麻将什么的 他还有什么原因呢 2005年 咱们公安部副部长 白警复 我当时在中国之声 我还专门做过这专题 但是不是说春节的时候 全家在一块打个小麻将 不算赌博 小赌疫情吗 这就算局部的放开 你就发现 家庭过年 几乎没有不玩的 你不打麻将也扑个 咋得挂点彩 白摸手指 谁跟你玩呢 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的家族比较大 不像西方一个家庭 就是家长孩子 咱们这一过年时候 王瓦那 三姑六婆那 这七大姑八大 一多了 那凑在一块 你说干啥 打个麻将 打个麻将是比较好的 娱乐联络亲友的一种方式 联络感情的方式 而且联络过程当中 你说坐着干玩有啥意思 就得挂点彩 就是麻将这个东西 在中国 它已经成了一种社交手段 一种维系族群感情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东西 本身就跟赌博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你想把它从宅出去 说进入健康的方式 我想东三省 我在老江 大过年的时候 外边冰天雪地 你没定了到外国外活动 在屋里你干啥 除了喝酒就打牌 所以这个也是各方面的文化 综合基因造成的 它不存在 说你就天生是玩 你骨子里就这 不是那 有很多原因 这是我们的事情 我不想进行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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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赞